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绣炎玉以它的玉质 温润 细腻 丰富的储量和繁多的种类 被誉为古玉之光 万年归宝 这个宝贝虽好 但是您也得具有一双慧眼才能够食宝 而这个寻宝的过程有时候就像是一场赌博 就算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行家里手 你经常会有看走眼的时候 虽然也想带见宝贝回去 但实在是不敢轻易出手 郭红波在浴室行业里的年头不算短了 算是个行家 不知今天跟他一起去赌食的结果如何呢 俗话说一刀穷一刀富 小小的石头蕴藏着不少的玄机 今天郭大哥就带我一块来买石头 他到底看中了哪一块心仪的石头呢 我们来问一下 郭大哥 您这看石头看得怎么样啊 我现在正在选 这块您觉得怎么样 这块鱼就比较少一些 肉少是吗 小一些这块金居柳 这块鱼就可能要穿透 所以您觉得买这块石头不太划算 其实我们买石头谁都希望捡漏是不是 这块料还是不错 这块料还是不错 这个绿的漏出来特别多是吧 对 这个玉特别沉满 这个皮质特别紧 这样是有鱼的玉特别满 特别沉满 感觉很好是吧 对对对 那您觉得这块石头您心里价位是多少呢 七里大概在三十万左右吧 三十万左右的卖 就是说您觉得比较划算是吧 高过四万就不想买了 高过四万就没有什么意义 这地也得六万 小一些 小一些 现在这里面市场上这种料 你根本就看不着了 这也不太是几斤 这个七斤也知道 七斤左右 你给便宜点 还不了 你要实在想啥的话 我带你省的话拿了 就光了 你卖一下 你都长 你都老来 加五千 加五千 加五千卖不了 你都老来 加五千 加五千行了 行了老板 老板 你这四万够长了 我还得需要去赌 你如果赌不好 四万也没有了 是不是 你够便宜点吧 下回再找 就到四万吗 行 就到四万 你拿去 正好带四万 多还没有了 正好我还没有了 正好带四万 这真金白银花出去了 换回来的是一块玉石毛料 这块毛料切开之后 如果一看成色很好 不错 价格可能会翻上几倍 甚至是几十倍 但是如果切开之后发现成色不好 有可能一文不值了 不过作为一个外行来看 花这么多钱买了一块石头 真是不知道它到底值在哪 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呢 这么跟您说吧 它是中国玉文化当中最早被发现和使用的玉种 从辽宁内蒙古交界一带的著名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五千到六千年前的中华第一玉龙 到河北满城汉木出土的金铝玉衣身上所坠的这个玉片 所用的都是绣炎玉 究竟这个绣炎玉它是怎么给挖出来的呢 在揭晓郭大哥买到的玉石毛料成色好坏之前 先要带您到玉石的矿洞一起去看看 来到绣炎的国有矿洞 据说这里的宝藏很多呢 今天我们寻宝的第一站来到了咱们的千山脚下 咱们这个深山里啊到底有什么宝贝呢 矿长 储藏了正规的秀玉 碧瑞的秀玉 但是到底有多美呢 我们就下到矿里面才知道是吧 好的 咱们这个矿到底有多少米啊 需要下到井下220 220啊 那里面是不是特别冷啊 我看您都穿的棉袄 好 井下温度在四五度 与井上相差二十几度 二十度的温差 对对对对 每个拆长二三百米 二三百米 平方米 平方米 一进入矿洞果然寒气逼人 但是洞内的工人师傅们 工作依然紧紧有条 安全是天 我们想要看到宝贝 还得下到几层矿洞身 已经安全到达护壁地了 没有什么感觉啊 这两百米这个洞身 这就是咱们说的220 觉得非常的安全 这个是咱们秀玉里面的碧玉 就是说那个比较那个 生文实玉是吧 生文实玉 生文实玉的一种 比较好的那个玉 才能形容译 叫绳锯切割 绳锯切割 就防止以前那样 成了爆破方式啊 都碰碎了 这一块面积 全部都是咱们的这个碧玉 是吧 对对对 它的那个 您估计 它大概应该有多重啊 现在的话 最大块有 十一吨左右 最小的话也是三四吨 一斤卖过来 一千块钱 一斤就一千块钱 这十一吨 就是说一吨是二百万 一吨是二百万 那十一吨就是 两三千万啊 这还只是咱们这个毛料食 只是一个财产的 一个毛料写的 没有经过任何加工 对对对 原始就两千多万 对原始 然后经过艺术家 拿去进行设计 加工的啊 它的那个价值又 又再翻倍 嗯 所以咱们真的是这个 天山脚下 处处都是宝贝 红色啊 对 在咱们行业里算红色 对 在咱们行业算红色 所以就叫什么花料 对 花玉 花玉 绣玉的花玉 现在这个黄玉 在绣院整个绣玉当中 是非常少的 很少见的 这一个产品 这一个洞里头 你看进来 对 有黄玉 有花玉 有花玉 绣玉 哇 真的这个矿藏太丰富了 是吧 对 如此完整 大面积的绿色秀玉 我们第一次见 让人振奋 负责人介绍说 秀岩线是块风水宝地 矿产资源种类齐全 除量大 已探明的就有四十三种 秀岩玉的年产量是八千吨左右 占全国玉石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 也是辽宁四宝之一 厉害吧 我们了解到 这秀岩玉清代就有记载 乾隆年间的审故卷写道 秀岩石可以置气 五色俱备 石质极透明 有山川草木纹 在矿洞我们开了眼 见到了巨大的毛料石 不过他们说还有更大的呢 在矿洞的不远处 我们看到了这个大家伙 你能猜猜它有多重吗 巨型玉体到底有多重 鸭箱里的宝贝 谁家的最好 请收看本期乡图 《玉都寻宝》 多少吨你们测过 6万吨 怎么测的呢 按照体积 比重 比重 哪一年发现的呢 1992年 你现在也应该有二十多年了 是吧 据说您当年也参与这个发掘的过程 是的 前前后后从发现那个露出那个肉 到挖掘出这么大一块的话 大概花了多少时间 五年多 五年多的时间 咱们的矿扇竹是一百多工人 一百多工人 十几台 十几台机械设备 哇 天天这么挖 天天挖 对 熟盛开创 开创 供您看一看 这个算是咱们那个守闻石玉里面的什么花料吗 花料 花料 你看这块是绿的 这块是黄的 是吧 它颜色不一样啊 觉得一切的这个 都是要靠这个天使地理人和 各种机缘巧合 不是人为的事 对 那咱们修研这么就是丰富的这个玉石的宝藏的话 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区域啊 就是按照地址勾道说 它具备生成玉石这种条件和成因 真正说这么 品质又这么好 产量这么大 目前咱们听说的 唯独就是西元县玉石框 这叫玉石框 就这个地理位置 高二十五米 直径三十米 重约六万吨的玉石框 堪称西式珍宝 也是秀年人的骄傲 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巨型玉体 不过 如此重的宝贝 只能静静的矗立在这里 见证岁月的沧海桑田了 大型玉雕容观赏收藏于一体 难度就在于雕刻石技师的布局和协作了 常常是三五个人通力合作 所以风格手法统一是关键 因为用量多 所以价格不菲 这秀年玉果然是宝 不知道郭大哥花四万元买的玉料 能不能给他带来惊喜呢 究竟是不是他心中的宝呢 郭大哥非常看好的石头 是不是很有料呢 切开才能见分晓 此时我们的心 也跟着郭大哥一起提到了嗓子眼 千万别出意外啊 哇这个是怎么的 这个是 玉子满玉就怕出现这种形象 倒出现这种形象 啊 嗯 这个是满玉 但是里头那层下能这么样 是吧 哪能够出一条好的一个分子 那里面的杂质太多了 哦 失败了 那这个值多少钱 现在已经不值钱了 这个就已经 不值钱了 不值钱了 一分钱也不值了 挺遗憾的是吧郭大哥 没事没事 但是以后的这个时间里面 比如说我们再花三块钱 可能堵出来的石头 就能值四十万四百万 对对对 所以经验就是这么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是是是 不要灰心好吗 哈哈 不能灰心 真的 我觉得 郭大哥的这块预料很不理想 他希望预料开出来的效果 究竟是个什么样 您不妨继续跟我们一起看看 真正的秀颜美玉 但什么样的玉石 才算是秀颜玉中的极品呢 快度大 色度好 明度好 密度高 净度纯 硬度足 再加上色彩丰富等 都是评判秀颜玉的标准 而且秀颜玉的品种繁多 它包括俗称黄白老玉的透闪石玉 俗称秀颜碧玉的蛇纹石玉 以及俗称秀颜碧玉的透闪蛇纹石玉 不论哪种 只要品质好 都是宝贝 今天咱们秀颜的各位藏宝人 都拿了自己最喜欢的宝贝来秀一下 看看谁家的宝贝最闪亮 谁也先说一下 我这个是 但是看我这个 我这个就有那种 这也太 最艳恐慌了 我觉得这个镯子非常的漂亮 大姐您这个镯子是 这个四木料精品 和蒙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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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这两只 你这几斤啊 我这个五斤 五斤 然后多少钱一斤 60万一斤 60万 那您这块就是300万是吗 太厉害了 这雕的是什么凤凤吗 龙凤镯 龙凤镯 非常大 很富贵啊 富贵很漂亮 这个是非常透 这个卖多少钱 这个 我这个要便宜些 35万 35万 也是很漂亮 各有千秋 是吧 对 叫梅西姓血三分白 雪却树梅一段香 好 这句话 这句话说的 最贴的 非常好 一个是收藏好的 这种绿色的 古山瓦子够产的这个绿色的合模玉 和这个羊纸 就是这个黄玉里的顶级的黄玉这个合模 那我们就是说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可能来到咱们秀妍啊 那怎么来才能买到好的这种就是说镯子也好或者挂架也好呢 首先啊应该看它这个玉纸紧不紧密 这个相对比较紧密 怎么能看出它紧密呢 日光下和手电光下 看它整个这个鞋位胶纸结构 紧不紧密 越紧密的 价值越高 这一对 整个呢它应该在30万左右 啊 这好贵啊 这个 结构 润度 颜色 颜色 尤其是它的身份证 它这个皮壳是经过亿万年 整个的变迁 地质变化 到后期的自然染色 最后达到的整个这种大自然的它这种造化 这个镯子正常来讲应该在5万左右 那么这个镯子应该在15万左右 15万 同样 而且而且在颜色上也所差无几 结构上所差无几 但是它有皮鞘 啊 就是因为这一团黄色的 对 就是什么那种 它贵就贵在这了 是 因为现在这种料已经很难得了 很难得 很稀有了 所以它很贵 有道理 是 是 买块石头一刀下去 是穷是富 很多 腰身矿洞里有什么宝藏 巨型玉体到底有多重 鸭箱里的宝贝谁家的最好 东北三大怪 你看怪不怪 花高价买自己的作品 玉雕后生为啥这么傻 大师的天价作品究竟好在哪 想要知道秀妍人和他们的玉石故事 请收看本期乡图 玉都寻宝 买块石头一刀下去是穷是富 妖身矿洞里有什么宝藏 巨型玉体到底有多重 鸭箱里的宝贝谁家的最好 东北三大怪 你看怪不怪 花高价买自己的作品 玉雕后生为啥这么傻 大师的天价作品究竟好在哪 想要知道秀妍人和他们的玉石故事 请收看本期乡图 玉都寻宝 为了参加健保会 大家把自己鸭箱里的宝贝都拿出来了 不光开了眼 而且还知道了鉴别方法 总的来说就是颜色均匀鲜亮 富于变化 透明度高 玉制细腻 无杂质列纹 则秀妍玉的品质越好 见识了秀妍玉这么多的颜色 再看看这种洁白如凝脂的秀妍白玉 是不是让人眼前一亮呢 它俗称秀妍 据说它的硬度高 亮度强度 能和新疆的和田预向媲美 油润细腻 产量低 是适合收藏的高档鱼料 白如意的话大概有多长 这个如意时长是一米八长 相近两米 对 相近两米 而且是一整块料 是镂空的 硬和粘节也没有 一整块料 原料大概是多重 原料应该大约在一吨半左右 一吨半 大概就是三千多斤 是吧 三四千斤 然后做成成品以后有七八百斤 对 价格应该在七八十万块钱 七八十万 哇 那个也是价值不菲了 是吧 对 这都是皮修 皮修 这都是属于摆在家里镇材的一个 吉祥如意传统的 这就是蝙蝠是吧 对 就是说这种比较吉祥的符号 都在这个如意上了 对 这边这还有鱼 还有鱼 这是鱼是吧 年年有鱼 因为这个如意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也是有讲究的是吧 对 它是一个吉祥的象征 对 这个原材料呢 非常的干净 就是没有链河的杂事 看起来比较舒服 在民间 君子如鱼的说法流传已久 以鱼的纯洁雅致 来赞美君子的品德 仁 义 智 勇 结 君子武德 潜移默化的 成为对鱼文化内涵的理解和体悟 也许 对我们每一位爱鱼的朋友来说 每一块鱼身上所凝聚的精神品格和文化价值 才是它真正的价值所在 大家都知道 秀妍是玉都没错 可它更是魅力满乡 共有满 汉 回 蒙古等二十一个民族 五十二万人口里 满族就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不我们的编导又扮成了满族大姑娘 东北三大怪 窗户纸贴在外 把娘抽烟袋 养个孩子吊起来 避原始的摇篮还不是这个摇篮 是用画皮或者是用边框那种形式 那个时候男人要经常打猎 女人在家老作 那么鸡可以吊起来 也可以带着肘 一动起来非常方便 带小孩 然后还可以不当我手里干活 满族减脂和满 我对原始 那个信仰上满教很有关系 满族也就是信仰上满教的 经常把一些 那个质言和万物有关的东西 剪成一种图腾 贴在窗上 贴在墙上 避邪 避邪 祈求就是来年更好是吧 人呢 或者丰收了 或者人的健康 长收了平安了 真的好 心灵手小的满族大姐 把从老人那儿听说的满族神话 自己见到的喜爱的人和景等 满族民俗都剪成了作品 装饰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每一副剪纸都是一个故事 寄托了满族人四百年 丰富朴素的精神世界 寒冷的北方 冬季漫长 人们习惯在家里猫冬 三大怪也就成了人们家 屋里忙活的营生 消遣打发日子 还是美滋滋的 满乡不能白来 学几招礼仪带回去 传统礼仪不能丢 同样传统的玉文化也不能丢 而要想传承 创新必不可少 看着这些新一代 玉雕师唐帅的杰作 包含了新思维创意 让人耳目一新 这咬过一口的凉霜雪糕 还有这煮破露馅的传人水饺 时尚现代的诱人高跟鞋 还有那酸爽可口的硕大葡萄 花鸟鱼虫 亭台楼阁 山水竹菊 无不透露出作者 大胆创新的独特艺术眼光和个性 听说他和自己的宝贝作品之间 还有一个故事 花高价买自己的作品 欲雕后生为啥这么傻 大师的天价作品究竟好在哪 想要知道绣炎人和他们的玉石故事 请收看本期乡图 玉都寻宝 因为在十年前 那是我刚刚就算才出图吧 其中就有一个老板看好了 看中了 我俩就谈家 当时我行的我也缺钱 缺钱我就行就卖了它 换点钱 我再买点材料 我再做 我总觉得从我手里出资的东西 我还能给它复制出来吧 卖给他那八万 这花了几个月金雕细琢的心血之作 留得残河听雨声 可是唐帅2010年 在全国玉石雕刻 玉星奖的比赛中 获得金奖的作品 无论用料 还是造型 创意构思 都达到了无可挑剔的完美境界 但是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唐帅再也调不出 同样出色的残河造型了 懊悔万分的唐帅 想赎回自己的金奖作品 无奈买方 也是一个爱与爱宝的人 说什么也不肯还给他 三番五次后的脸皮登门求见 苦口婆心 没有结果 几乎快要心灰意冷时 买家还是被小伙子的真诚打动 动摇了 28万 当时现金是28万 我又送他两件作品 我才把这件作品拿到我手里 有很多人觉得我傻 但是我这个人出事和别人不太一样 就是我喜欢的东西跟钱不发生关系 就是我要不喜欢的东西给我也不要 在外人看来 唐帅有点傻 已高出三倍的价格 赎回自己的作品 让人无法理解 但是如此珍爱自己的心血作品 我们深深的被打动 执着的内心 蕴藏了一颗热爱玉雕的初心 在唐帅的眼中 这代表作的价值 是任何价格都买不来的 在秀妍 像唐帅这样的后起之秀 省级玉雕师里就有四十多人 国家级玉雕大师有五人 可谓人才积极 在这些玉雕高手里 不能不提到一个人 他又会是谁呢 这个给到五百万 一千万也不卖了 那么高的价钱 不动心吗 不动心 一个来说我年龄大了 第二个来说你这个拱特别的细 要想呆吊这么一家伙 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说他对于您来说 只此一见 对 不可复制 是是 有着五十多年玉雕经理的张大师 把传统玉雕技法运用得浑然天成 完美无瑕 秀妍玉雕 以立体原雕为主 服役浮雕和透雕 由以弯脏去柳 阴才诗意和巧用翘色渐长 而张大师正是多年摸索实践 勤学苦练 因为成年浮案雕刻 背也有些驼 手也粗糙 把自己的全部人生和热情 都献给了玉雕 诸多荣誉和奖杯 在张大师的眼里 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也许把秀妍传统的玉雕技艺 传承下去 才是他心中的当务之急 讨礼不言 下次重夕 正是有了张大师和他的学生们 孜孜不倦的追求 以及一代又一代热爱玉雕的英才们的付出 才使得华夏瑰宝秀岩玉 独领风骚数千年 如今 秀岩县内的三千多家玉雕加工户 两万人的玉雕从业人员 还有这八大玉器市场 原料供应全国二十多个省和自治区 都向世人彰显了秀岩玉的无限魅力 好了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市网 农市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几千年的记忆 七十多道纯手工的程序 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至今 新卖面吃法有讲究 圈圈面鱼换着吃 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他们用什么样的活动来庆祝丰收 一碗小小的面茶里藏着三层楼 看似简单的挂面 做起来却十分讲究 割小麦 点黄豆 酿小麦酒 敬请收看下期乡土 丰收纪理 盲丰收